在这里呢我们透过一个案例来学习间隔工具的使用 首先观察一下场景当中有一个士兵站在长城上束手边疆 我们相信只有一位士兵束手呢 视力太单薄了 所以我们利用间隔工具来为他呼朋引伴 首先找到工具菜单里面的对齐子命令底下的间隔工具 后面提示我们快速键Shift加I键 点击它会打开一个间隔工具的对话框 首先要我们拾取路径 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将路径制作好了 但是呢在场景当中被隐藏了 所以我们切换到显示面板 找到案类别隐藏底下的图形勾选 我们将它取消掉 这时候路径呢就已经显示出来了 我们使用间隔工具拾取路径的按钮激活 将它拾取进来 现在画面当中呢已经帮我们复制了三个士兵 但是因为数量太少呢 所以我们在画面当中呢看不出来 我们把他的参数技术呢提高到50 这时候我们发现呢 士兵都站在长城上 为我们束手边疆了 但是眼尖的各位可能会发现 士兵呢都埋进长城里面了 这是因为我们的轴点呢 没有经过设置的原因 我们点击取消这个间隔工具 然后进入层次面板里面 点击颈影响轴 将我们士兵的轴点呢 做相应的移动 完了之后呢 记得关闭颈影响轴的按钮 我们再度使用间隔工具 除了可以使用Shift加I键 打开间隔工具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在主工具栏上 找到空白的位置 单击鼠标右键 点击附加 在附加面板里面也有间隔工具的按钮 点击它再度打开我们的间隔工具 然后呢 点击拾取路径的按钮 激活它 然后将路径拾取进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士兵呢 都站在长城上 束手边僵了 我们点击应用 然后关闭这个间隔工具的面板 完成我们最后的画面